中部最大的有线电视多系统经营业者旗下的多媒体科技公司成立已经26年 早期是从地方新闻做起 后来跨足网络跟OTT平台深入合作 预期要在10月下旬以文创股挂牌上柜 也期盼导入更多台湾在地的人文节目 把媒体的影响力发挥到极致 透过行乐演出演艺经典戏剧主题曲 带大家重新回顾台湾有线电视几十年来的演变 多媒体科技公司跨出电视萤幕进入到手机平板上 也预计在今年10月下旬挂牌上柜 从今天开始他就割断期待当大人 可以成为一家上柜公司 可以在我们的媒体界里面成为典范 从地方新闻做起 长期深耕中南部地区 把在地人文特色有深度有温度的呈现出来 成立至今26年一路走来获得不少奖项 逐渐打出知名度 如今独立申请上柜 由于看好串流影音趋势 这几年来更是积极与OTT平台合作 打造出网络版的有线电视 不管是拍摄或者是他的制作节目新闻等等 都能够有网路上不一样的风貌可以呈现 在台湾有台湾特色的内容 这产生的一个未来潜在的力量是更丰富 在内容为王的时代 要导入更多台湾在地人文节目 希望能够把媒体的影响力发挥到极致 记者温婷燕玲百安特报导